看我们的比较 总分可能还好 OKOKOK 回来 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这边 当我们把这个 自己改成 密度跟重力加速 密度的质量跟重力加速放在一起 我们叫做客重 这样可以接受吗 就是我们把客当成一个 例的单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水的密度多少 水银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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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水的密度是1 所以同样是1公分的高度来讲的话 水银的密度可以 水银的产生的压力 都是1公分高度的话 水银的压力就是13.6倍 水的压力是13.6倍 水银是13.6倍 水银是1 水银是1 水的密度是1 水的密度是1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气银有多长 大气银可以有产生76公分的水银柱高 沿上13.6 同学可以帮我看一下是多少吗 水银是7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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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公分平方 為什麼公分平方? 這邊的公分跟公分的地方 約掉也是公分平方 客重放下來 所以這是我們壓力的第一個單位 很簡單 從這個脫離確定的時間來算 它的壓力 好 這個單位呢 叫做 擺帕 什麼? 擺帕 哪一個單位? 擺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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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大氣壓力是多少? 正常的大氣壓力 我們現在如果說講標準的話 你可以把這當成標準沒有關係 1033.6 嗯 對 76是怎麼來的? 是這個脫離確定做的實驗 脫離確定做實驗 不是他發現水瓶柱的高度是76公分 嗯 對啊 好 所以假設 假設 我現在這個水管很長 可以有 20公尺長好了 我把這水瓶換成水 來做同樣脫離確定的實驗 想要這水瓶的高可以到哪裡 我重複脫離確定的實驗 但是我現在用的不是水瓶 因為水瓶有毒 我該用水 請問我這個管子 至少要多長 1033.6公分 至少要1033.6公分以上 你可以讓水柱上面有個震控 假設 假設上面 它沒有超過1033.6的話 那就是上面就是滿的 就沒有震控 好 所以它不會衝破 對 它就不會被水壓 大氣壓就壓得過它 那你要高過1033.6 大氣壓力才壓不過它 那假設上面有洞呢 那有洞水就流下來 所以 所以那個有噴住就是那種概念嗎 再講一遍 就是那種就是 對 就是那種概念 對啊 就是我把裡面的壓力都很大 這邊打個洞水就噴出來了 然後再這樣流進去 欸對 它旁邊一直有個加壓器 一直對裡面加壓 水就噴出來了 好 所以 這個單位就叫擺帕 這是我們習慣用的單位 對 每平方公分多少克重 就是擺帕 有問題 對啊 讓我整一下 讓你想一下 好 每平方公分 幾克重 對吧 這樣 擺帕 那擺帕 是用來吸力的壓力 擺帕是壓力的單位 是氣氛 那你有沒有那個動作 那什麼是帕 為什麼擺帕這麼奇怪的單位 什麼是帕 對 什麼是帕 P-A 也就是帕什麼 帕是10 3 3 3 6 0 帕 對不對 這是等於這個擺帕 那帕是什麼 什麼帕 帕是什麼 圓周 啊 帕是單位 是壓力單位 我們習慣用擺帕 但是帕是什麼 帕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把它換一下 換成什麼 每平方公尺 公斤重 公斤重 對不對 每平方公尺 公斤重 公斤重 10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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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 不是這樣子 好 這要查一下 等一下忘記了 帕的單位要查一下 帕的單位要查一下 帕的單位 但是就是帕 你可以查一下 可以幫忙查一下 好了 所以這個氣壓單位這樣沒問題吧 從擺帕 我們現在知道擺帕怎麼來的 是從脫離確定這邊來看到的 好 那看一下 這等壓線圖 這樣也看得見嗎 等壓線圖 假設這條線是1016 這是1012 這是1008 1004 問一個問題 這個中間這一圈 的壓力應該在哪裡 小於1016 小於1020 小於1020 小於1020喔 因為假設等於1020的話 中間又出現另外一圈了 對不對 會出現另外一圈 因為他沒有那一圈 所以我們看看 這一圈裡面一定是小於1020的 因為我們這個每一條線 是多四 四個擺帕就多一圈嘛 對不對 找到沒 好 那 請問一下 風往哪邊吹 簡單來講往四面八方吹 因為就這目前來講的話 四面八方都是低壓嘛 他往四面八方吹 哪邊吹得比較快 好 這邊的梯度比較陡對不對 這邊吹得比較快 這邊梯度比較平緩 這邊吹的比較慢 就跟山一樣 想想看這個山的話 這邊是比較陡 這邊的水流比較快一點 這邊的水流比較快一點 哦,一样的概念 找到了 找到了 确定紫色 谢谢 哪里 绿色的 哪里有绿色的 有啦 哦,看到了 看那边 它不动,你们都看不 对啊,不容易看那么小一只 哦,怕是这样 怕不是用公斤 不是用公斤 所以怕呢 是每平方公分 有顿 好 我们可以换算一下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没有 好啦,不要撞它啦 好 好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风 那接下来呢 水 雨的行程 雨的行程 就要讲到 焚风 陈佑你刚讲的焚风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焚风 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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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风怎么来的 温度高 然后呢 为什么焚风 温度高 因为它可以烧树林 我知道它可以烧树林 那是后面的结果 看到结果 那请问 为什么会有焚风 呃,沙子 沙子 好啦,听起来你还不太清楚 我解释一下 我简单说明一下原因 但你们可以想一下 焚风怎么形成 焚风是什么呢 温度很高的风 对,温度很高的风 为什么温度很高的风 通常焚风会这样子 当我 尤其发生在那个 台东重谷 我简单化一下台东重谷的剖面图给你们看 这中央山脉 这是海岸山脉 这是海 风这样吹过来的时候呢 空气越过这个海岸山脉 进到这边 这个风是焚风 为什么这样子我等一下解释 等一下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 那我现在解释 雨的行程 为什么要下雨 这部分给你们想 因为陈佑说没有动力 等一下解释清楚的话 就加一点 真的吗 请说 确定现在讲 你要现在说没关系 因为海岸山脉 它风这样吹上去之后 温度比较低 所以说 所以说 从海洋带过来的水气 就会在低温的地方 顶接的行程 匀了之后 再吹下来的水 吹下来的光 就已经没有水气了 OK 所以就会很干燥 OK 有听懂吗 没有听懂 好 所以 郑宇扣一点 他加两点 没有不用扣一点 郑姐说 郑姐加一点 再来再来 我怕有别的 等一下 还有别的 我开个小玩笑而已 好 解释一下 我们从 从这个 海岸吹过来的空气 或从湖泊吹过来的空气 通常是带大量的水气 对不对 这上面会有很多水气 水气会上升 对不对 会进到空气里面去 可是进到空气里面去 问一个问题 温度越高的空气 越能够藏越多的水 还是温度越低的空气 可以藏越多的水 高温对不对 高温的空气可以藏更多的水 所以 因为这是低气压 在海岸上 照到太阳 我们的低纬度的地方照到太阳 所以赤道旁边的水照到太阳 所以他水气是上来 而且他是温度高的 所以他可以融到很多水气 所以水气在这边 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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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见什么 云 看不见 行空万里的时候 实际上是 有可能是含水气很多 没有云 只是我们看不到云 为什么 那就是有云 你一直看不到 不是 你只要云 云 云就不是融在空气中的水 云 不是融在空气中的水 融在空气中的水 你是看不见的 懂吗 像我们现在空气中 有没有水 有 但是你看不见 云是固体 对 因为 你又看见云 表示云已经从他的气态被凝结成固态 对 冰的部分 冰金 好 这样子 这样子打的话呢 我们就先 挂上一个离时记号好了 这样有点 离时记号要5点 第一个大点 不是我吗 你也有 那鱼是谁 我啊 问我 因为刚秉原有 努力的回答 他字节不是也有 蛤 字节啊 字节已经下一大点了 那是一大点的题目 这是一大点的题目 这是 你们这样子努力回答的时候 这是一小点 所以这只是摆好看的吗 不不不 五小点点 一大点 因为我实在很难 很难这样子每 随便讲一下 就是一点这样子实在是太伤了 随便加就好了 这样子 这个可乐大放送 再提醒一下 我们这几个有上理财科的同学 我们下礼拜三 最后一次理财社 你知道吗 我前进变 我已经变成95%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只能拿十几块 我摆着摆着就95% 我们会想办法 给一个额外的奖励 special奖励 因为你现在目前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 把它已经快要比我低了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玩 应该是就只有我们三个在那边玩 我上次卖掉一个 他还是有真实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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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上次看了大家的成绩 所以我们的水蒸发了 沙太阳蒸发 蒸发进到空气中 就看不见了 但是水里面含空气了 不 空气中含水了 空气中就含水了 那什么时候空气中的水会跑出来 什么时候空气中的水会跑出来 会跑出来被我们看见 凝结低温 凝结低温 它越来越低温 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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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临 这是小点 小点 小点没关系 小点随便给 它一直往上伸 往上伸到空 因为我们看过那个 看过那个 那叫什么 对流程 有没有 对流程的温度怎么分布的 记不记得啊 在这一张的第一 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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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流程的最下面 最流程的温度怎么分布 越高越低 越高越高 空气越高 越高越低 高度越高 温度越低 对不对 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好 好 所以呢 诶 所以 所以 所以这空气一直往上飘 往上飘往上飘 飘到比较高的地方 我们就看到有云产生了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被 因为空气温度降低嘛 空气温度降低之后 它溶解不了了 空气溶解不了水 水就被挤出来了 挤出来之后呢 看那边的空气 那边空气如果很低温 低温低到零下 挤出来马上变冰 掉下来 还不见得掉下来 因为我们的空气一直会往上飘 会一直往上飘 会一直往上飘 它有一个上升气流 上升气流 所以云会流在空中 因为它 就像PM2.5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会停的 因为一直被空气撞啊 对 当这个冰晶很小的时候 它也不见得掉下来 一个是上升气流的关系 一个是被空气气 撞了撞去 它就停在那边不动 所以冰晶也可以很小 冰晶也可能是PM2.5 也可能是非常小非常小的冰晶 所以我们看到的云就是冰晶 那可是呢 有时候在那个临界点上 在零度左右 那个冰有时候会溶解一点 变小水滴 有时候结冰 要变小水滴 结冰变小水滴 在那临界点的过程当中 它慢慢的碰撞 因为变成水的时候 它就跟别的冰晶会融加在一起啊 就把别的冰也包在一起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那个气流 或是气底分子承受不住的时候 它就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温度越来越高 所以它一定是液态 液态呢 它就会跟别的液态又结合结合结合 就变大水滴 就掉了更快 掉到地上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水 那看到冰包怎么一回事 冰块太大了 还不容易就掉下来 就是因为上面 可能一个气流变化 气流变化呢 它的上面的流动很快 老流流动很快 而且温度刚好切得在零度左右的范围 所以它一下融化 然后又被吹上去 又结冰 掉下来 结冰 掉下来 它不断的去把那个冰 累积越大 就跟滚雪球一样 越积越大 越积越大 大到那个 实在整个气流 承受不住 它就掉下来 所以会下冰爆的气流通常是怎么样 会什么情况 比较容易下冰爆 温度很低 甚至说它的高低压 就是要非常间隔很小 空气一直在流流 流动很快 而且是高温低温的变化是非常复杂 所以大部分下冰爆会发生什么 冬天 春天 夏天 秋天 通常有时候是在比较靠近夏天的时候 比较常发生冰爆 因为气候变化很快的时候 或者是在秋 进入秋天的时候 或进入春天要结束的时候 气候变化很快的时候 比较容易产生那种下冰爆的情形 好 那 那所以说我们知道下雨会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空气往上飘 整个 整个这个是海岸线的 风吹过来 经过一座高山 经过高山的时候 风一直往上吹 往上吹 往上吹 往上吹的时候 山上比较冷 空气比较冷 空气的 空气里面的水就凝结 就变成冰 变成水就掉下来 这就是说 午后雷震雨就这样形成了 那刚刚志杰说讲的东西就是 我 风吹过来的时候 我在里面开始下雨 我在这边开始下雨 好 这山区雷震雨 雨就下下来嘛 雨下下来之后 这空气中的水分就变少了 空气中水分变少了呢 我就沿着山又下到这边来 我沿着山下来之后 山下比较热嘛 而且一个状况哦 我含水量越少的空气 加热越快 它比热越低 记不记得 比热 比热 比热什么意思 100公克的水上升一度 那是要修正的 那是卡吧 比热什么是比热 比热就是 热量的一个比较 但是它是和水做比较的结果 OK 怎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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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热 比热 怎么比较 热量的一个比较 但是它是没有单位的 比人应该是比看谁 我不知道是比流失还是比 都一样 意思都一样 比看谁容易流失 怎样 所以 怎么比 什么比 廖神佑 赶快 加点的机会来 看起来大都不会 加一大点 赶快 真的吗 真的 那就要翻课 为了加一大点 马上去查出来 你太现实了 这样不行 可是这本没有 以后你们都先假装补 什么是比热 没关系我另外一本 那本也没有了 真的吗 你们还有没有人公布 我有网路 我有网路 好我要公布答案 嗨 比热就是 就是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手机 好 我简单告诉你们 水的比热是1 不知道 往前面讲 任何一个物体 一克重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就叫做比热 叫做一卡 水是一卡 所以比热是1 你再说一次 一克重的 一克的物体 质量一克的物体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就是它的比热 因为水的比热是1卡 所以铁 假设上升一度C 需要0.3卡 那水的比热多少 0.3 因为 它是0.3 会跟水比吗 它是0.3卡 水是1卡 所以卡约掉 剩下0.3卡 OK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不知道 再解释一遍 不用了 我听我的热很懂 好 一个物体 一克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就是比热 叫做比热 叫做比热 所以我们具体来讲 水一克 上升一度C 需要几卡 一卡 一卡 所以水的比热是1 那假设讲100克 就为什么 刚刚他们两个错 因为他们讲100克 100克的水 上升一度C 需要几卡 100卡 100卡 对不对 那 木头 上升一度C 需要 0.8卡 那其他木头的比热多少 0.8 就0.8 那 问你 那0.8卡 跟0.8 跟1 比热1跟0.8 哪一个比较容易加热 0.8 0.8 他上升就温度很快 对不对 同样的水 融到空气中 这空气中含的水越多 比热就越高 合不合理 对 这个空气中含的水越多 他的比热越高 合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你要是含越多 你需要的 你让这个 这个宇宙中 水的比热1 已经算是很高很高 基本上大部分东西 比热都比1还小 所以 上升一度C 需要 水的 水上升一度C 需要 热量是最高的 所以在空气中含了水 是不是相对来讲 他上升 比较不容易 温度比较不容易上升 对吧 那我刚刚讲什么 你刚刚讲不对 真的 铁的比2就比水高 什么 铁的比2就比水高 小 铁的比2就比水高 铁的比较容易被加热 是吗 是呀 它导热 那导热不容易 比如一部车放在空气 那个 石头 石头也很低 简单来讲 你把它放在水 太阳底下晒 一盆水 石头跟铁 还有木头 空气 你一段时间之后 谁比较烫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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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也蛮低的 但是空气低 不是因为他不容易被加温 因为他体积大 他体积大 他相对来讲 很轻啊 他那个质量很小 所以他比2大 你感受不太到那个温度 他比2大 对 他比2小 空气比2 没有很大 空气比2大不大 空气比2大 你再问我又不确定了 空气比2大不大 问哪个好问题 好 问哪个好问题 加2点 哈哈哈 所以呢,你看這水,在這邊下光了 所以過來的水,基本上這空氣都不含水 不含水比較小,所以下來,因為地表的溫度比山上溫度高 所以它被加溫的很快,它被加熱的很快 你進來的水可能是20度C或30度C 經過一個山頭,下來的空氣竟然到50度C,40度C,非常高溫 非常高溫的情況之下,這裡面的空氣沒有水氣,溫度高 所以植物一下就被枯死了,就乾死了 它的葉子馬上就散失水分太快了,結果一下就乾掉了 所以焚風會對植農作物造成很大的影響,是因為太乾了 而且溫度太高了,它就燒死了 那這情況之下又容易,因為它很乾燥,所以就很容易火災 我只要不小心有火花,就燒起來了 所有東西都乾的,很容易燒 像這個草地上都是綠色的,你基本上丟個煙蒂,它也不會燒起來 可是你等到這邊都是乾草,丟個煙蒂,可能就整天都燒掉了 這樣它衣服很容易燒 對日本人比較沒有錯 好處多多 好,這是我們氣候、空氣洞、海水量對高低的影響 那有另外的狀況,不是高低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 像有時候,我們如果講封面 蜘蛛是吧 對喔 OK 你怕那隻小蜘蛛 不是啦,那個獅很討厭 我也是很討厭那個獅 沒有,我是蜘蛛 蜘蛛我知道,但是它的獅 下去 你不討厭的,不討厭給你 他結王超快的喔 他剛剛就在我臉上看你結王 好 我們剛剛講,我們剛剛講高低壓的關係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們如果說這是一個冷水 你拿一個熱水這樣倒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熱水是有在那個 熱水倒進去之後 那個水會有看到有波紋 看過沒有 看過 看過喔 那個波紋 那個介面 那個介面 這一團如果是高溫的話 高壓啦 高壓 這邊如果是低壓的話 你會看到說 這個封面 這個 這個冷高壓 過來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溫度是比較低的 溫度比較低 информ suicida 冷冷 這個溫度比較高 不然是可以會電溫 filter 冷空 這是暖 這是暖空氣 所以這時候會形成一個暖空氣流過去的 這樣的 這個樣子 我們就會說這是冷空 性格 沒有 這時候是怎麼樣 有時候是暖空氣不好 非常穩定,非常穩固的时候 就是这个结构看结构稳不稳定 这个冷空气很稳定的一大船过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个封面 很清楚那个界面流过来 就是说这叫冷空 相对的有时候低压的结构比较稳定 譬如像在太平洋地区赤道附近 这个一直晒太阳很大面积一直晒太阳 它就是那个低气压 再稳一点的话就变成台风 在台风之前它是个很大的低气压 那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结构 稳定的结构往这边跑 我们就说这叫暖风 这叫暖风 好,暖风靠近了 可是如果两边的结构都一样强 一起靠近了,那变什么? 滋流风 就叫滋流风,没有错 它这边就停住了 它冷热在这边又停住了 冷热交流在这边又停住了 它就有一条线 好,这是冷风 过来 好,这是滋流风 这是暖风过来 好,暖风 冷风的交界 这叫滋流风 滋流风会什么情形 没雨季节 就一直下雨 你想,暖风带来的大量的雨气 冷风给了那个水气凝结的机会 所以它停留在这边 因为两边的势力一样大 它就停住了 它没有推过去的样子 它没有被推过去的感觉 假设我推过去,这是个冷风 假设暖风推过来,这是个暖风 可是讲这边的 暖风推过来,这是暖风推过来的